尿 來廢墟探險 怎麼突然有三名男子 站在前面 尿 不好意思 不要給我找 不好意思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才剛打招呼轉頭要走 直播主被尾喔 你別擔心 你這次幫你擱死一下 你擱到白髮 你會知道嗎 嗆聲叫他不要白目 先從網友看到幫忙報警 你怎麼打到 我被人家打頭 你被人家打頭 不認識的人 不認識的人打頭 打到奶奶 他不見了 他踹我頭 踢我肚子 被打的是以靈異探險為名的 直播主晚安小雞 這次來到了台南仁德區 一處廢棄中學來探險 才剛到門口 就遭到三名男子圍毆 他拿出驗傷單 有腦震盪和挫傷 有人打我 你在教室裡 你有看到人嗎 我有 他們戴帽子 帽子跟口罩 很多地方都是暗暗的 你出去莫名其妙就突然被圍毆 這種治安誰敢出門 他如果說有人沒事就來探險 當然是不好 之前也聽說有人來這邊拖東西 本分局 其實這已經不是晚安小雞正義第一回 之前闖古蹟哀告 還曾經探訪彰晃老屋 自稱被遊民追殺 遭到警方約談移送 這次廢墟直播被圍毆 晚安小雞臉書表示將休養 直播也將無限期暫停 三星新聞 王守禮像以台南採訪報導